大家好,从现在开始,为大家讲述一本最新出版的大型历史学丛书《哈佛中国史》 顾名思义,就是一本中国的史册,是一本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09至2013年间在美国发行的一本丛书 最近才被翻译到了国内,书名是《哈佛》,但其本名却是《中国帝国史》,也就是《中华帝国史》 这本书的中文名称比较贴切,是关于中国的帝国统治时期 本书共有六册,共有四名作家,分别是美国、德国和加拿大 也许你会说,我干嘛非要读中国的史书?难道中国人更了解中国的历史? 在本书的前言中,有一个很好的答案 本书的总编、著者、加拿大历史学家补正明表示 他在北京与中国的历史学家朱维征有一面之缘 那时他就提出,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历史有何意义 朱教授告诉他,中国的历史就是一个房间 中国的历史学家可以看到房间里的一切 但他的视角却局限在房间里 无法从更高的角度去观察房间的情况 只有那些在外面观察的人才能给出一个解释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阅读那些老外的中国历史的原因 让我们看看,在国外的学者眼里 中国的历史到底有什么区别?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本书的首部 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 由美国汉学家陆威夷 他的中文名字是马克、刘易斯 所著 他的老师是中国著名历史学家何炳蒂 他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英国剑桥等著名大学执教 专长于中国的历史 陆威夷在《秦与汉》一书中指出 秦汉和希腊、罗马是中国的古代 古代的某些特征,多少会对中国的整体发展产生一定的冲击 他归纳出了五种特征 一是帝国统治下的衰落,但却没有被彻底消灭 二是加强了皇帝的个人政治架构 三是以表象为基础的文化 三是国家控制地巩固了帝国的存在 四是帝国内部的解除武装 对边界的民族进行了军事行动 五是乡绅大族的繁荣 他们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并且把村庄与政权的中心连接起来 这是一本由一本小说的原著 因为是一本很难理解的小说 所以我们把这本小说用一种通俗的语言解释 意思是 第一,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而且不是简单的学科 而是一种新的社会结构 四是废除了以前的封建封建封建 实行全民征兵 实行全民征兵 这五个方面都是陆威夷最大的亮点 显然,老外对中国的了解和我们不太相同 有太多的东西都会让我们大开眼界 首先,我们要谈的是团结 在这里,笔者的观点与我们以往的理解完全不同 我们在描写秦一统中国的过程中 常常会说,在经历了一场战争之后 所有国家都希望能够团结起来 团结是人类的意志 而在这篇文章中 笔者查阅了大量的资料 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其实,那时候的七国 还没有一个比他们自己的诸侯国更强大的国家 彼此都把彼此当成了外国人 尤其是秦国 更是被其他国家看不起 认为他们地处偏远 文化落后 秦国的人总是喜欢胡言乱语 比如 大秦帝国 芈月传 都会被称为虎狼之国 这是很多国家对秦国的贬低 秦国自己也很自豪 他们是一族 我是外族 秦国从被视作一人 到一统世界 又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不过 这位作家并没有给他一个确切的回答 而是猜测 他相信 正是这些变化 人缘的流动性 春秋时期 文人游历各国 寻求庇护 读书谋生 见识广播 渐渐地 他们的视野已经超出了诸侯国的范畴 这就是天下观 他们的目光已经不局限于藩属国 而是将整个世界视为一个整体 尤其是秦国 你看看秦国的史册 许多良将都是外国的 比如 张仪 范居 楚国的李斯 蒙田 蒙义 都是齐国的世家 正是这种人 才在秦国的政治力量 压制了秦国的保守派 使秦国逐步确立了 天下围攻的国策 进而一统天下 那时的世界观 只是属于上层阶级的观念 而在更广的层面上 正如笔者所言 原本的地理与文明之间的界限 需要很久的功夫 才能慢慢消除 不过 秦国在西周221年之前 已经将六国都给消灭了 可是 新的王朝与以前有何区别 这是本文的第二部分 也是本文的结论 因为在这里 出现了一个新的位置 那就是国王 第一 这并不是君主的概念 因为帝已经被神化了 帝就是古代的皇帝和炎帝 在秦国的古代信仰中 统治着四面八方的存在 帝的含义和帝一样 都代表着璀璨和神奇 所以 嬴政才会用第二字来称呼自己 这并不是为了炫耀 更多的是为了彰显自己的权威 秦始皇是中国开国君主 他的权力要远远超过其他君主 其中 最大的一点 就是取消封建主义 建立郡县 也就是说 国家的一切权力 包括法律 金融 军队 一切的一切 都集中在国家的手中 这种倾向 在过去的两千年里 已经成为了中国帝国的一部分 由于权力和财力的高度凝聚 秦始皇做了许多 以前无人能完成的大事 比如统一文字 货币 杜梁恒 征匈奴 长城 秦执道等 长城 我们都知道 秦执道 就是大秦建立的国家运输系统 它的作用 就是为了让秦始皇能够出行 同时也能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 所以 我们不能一提起长城 就把自己封闭起来 这只是一种单方面的想法 另外 关于他自己的王公和灵寝 我们都听说了 就不再赘述了 最有趣的是 汉王朝取代了大秦 建立了刘邦 他曾经叛逆过大秦 推翻了大秦 征服了大秦 却觉得秦始皇的统治很好 所以 刘邦的统治方式和生活方式 都和秦始皇一模一样 那么 如何化解这种冲突 刘邦和其他几位帝王 都有一个非常高明的计划 他们批评了秦始皇 而忽略了自己的统治体系 因此 我们可以看出 秦始皇虽然被污蔑 但是 他创造出来的体制 没有人愿意抛弃 而且持续了整整两千年 但是 作为一个颠覆了大秦王朝 并且继承了大秦王朝的大业 他需要吸取前车之鉴 做出相应的改变 防止大秦再次犯同样的错误 我们首先谈到的 也就是笔者的结论 一种基于表象的语言的文化 一种被国家控制的 用来巩固帝国存在的文学典籍 在说出问题以前 请讲一个令你惊讶的常识 大家都听说 有位白叔的人 将水浒传 变成了水浒传 真是可笑之极 但事实上 他说的没错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传记 原本的传字 就是信 要说传承 首先要讲的是圣经 所谓的经 就是在一定的范围内 所谓的道 是对道的诠释 在此再提一点 春秋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圣经 相传 春秋出自孔子之手 但文字十分简洁 类似于秘语 后世子孙无法领会 于是有人为 春秋 做了 传 如 左传 公羊传 古梁传 而这些著作中 分别有 左秋明 公羊高 古梁赤三个人 特别是公羊 古梁等 更是将 春秋 翻译为与自己了解的特定规范 条款相一致 八 圣经 讲得如此透彻 我们才知道它的重要性 由于这不仅是一部学术作品 而且也是一种特定的政治纲领 因此 各国政府都曾尝试过对圣经的解释进行垄断 在秦代 李斯曾建议秦始皇压制民间的学术 将国家变为唯一的教化和真相 秦国统一了汉字和刻度 就是为了建立一个文化上的统一 打破了数千年来的封建主义 而这个思想 则是将所有的教育和教育 都变成了一个烧杀抢掠的社会 但在那个时代 这种事情根本做不到 所以 先秦时代的书籍 还是有不少的 到了汉代 正式建立了儒教的正式身份 因为儒教的某些特性 比如保守 崇尚古代 强调等级 有利于巩固统治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除了政治 哲学层面的书籍之外 文学 历史 也渐渐融入到政府的统治体制中 例如 汉代的大文豪杨雄 曾将诗经的诠释为上古圣人所写 从伦理 美学等层面去诠释 诗经 而非文学 美学等层面 历史文献 则是受到严密管制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 便是司马迁 他的经历 我们都知道 按照儒学的传统 帝王就是一个民族的楷模 而汉代的帝王们 更喜欢宣扬自己的品德 尤其是在儒家的伦理之中 更是如此 你看看 三国演义 刘备一说自己的名字 就会说 孝景之孙 虽然汉代的帝王都在宣扬孝道 但实际上 孝对他们的影响并不大 陆威夷说 汉王朝的帝王 只要他们愿意 就一定能改一改他们的祖宗的习惯 这就表明 在那个时候 儒学 甚至是保守派的影响 并不是很大 这与后世所谈到的明代 有很大不同 类似的 这种儒家伦理 并没有在整个汉代的社会中 形成绝对的支配 关于这一问题 本书提出了一个 我们以前没有关注过的观点 即妇女的身份问题 这种儒学的伦理思想 基于家族的思想 极大的家族的兴趣 高于小家族的 这就造成了 中国的传统家族中 妇女总是处在外来的状态 对于女人 有许多严苛的规定 比如三丛四德之类的 早在汉朝就有 而且 一直被女权主义者所批评 但是笔者觉得 到了汉朝 这一类的法律法规 还只是在理论上 在实施上 并没有我们所设想的那样 束缚妇女 就像三丛 就是夫死丛子 而到了汉朝 一个寡妇的家里 辈分最大的女人 就会成为父母 掌握着自己的孩子 孔雀东南飞 里面 娇仲卿的妈妈 对自己的儿子和媳妇 都有很大的话语权 如果你说 这是一部小说 那么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 汉代最大的特色 就是皇后的娘家 她们在朝堂上 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她们的力量 则是从女人身上获得的 这位作家 对此现象进行了评论 中国社会 有一套相互冲突的均衡 这也表明 在汉代 尽管确立了 由政府为主体的伦理规范 但并未真正深入到各个领域 这就是秦 汉两朝对文化的方针 其结果就是 学术界依附于政治 受政府支配 为了巩固帝国而生存 在政治上 在军事方面 也有很大的影响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取消了战国和秦代的 全民征兵制度 怎么可能 因为汉朝经历了战争 见识到了农民起义的厉害 在现代科技水平下 军队对农民的作用并不大 如果让他们去当兵 那就意味着 要在全国范围内 建立一股叛乱势力 如果他们不高兴 反抗呢 而且 农夫们都在战斗 他们的田地都被抛弃了 他们的粮食上 哪里来的赋水 于是 汉朝就提出了一个建议 那就是让农夫们不去当兵 只需要开垦土地 缴纳赋税 然后发展成专业的士兵 在西汉初期 随着七个国家的叛乱平息 内战的几率越来越小 全民服役制度 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到了西汉末期 王莽颠覆了汉朝 不久之后 反抗王莽的叛乱再次发生 而在此期间 刘秀作为东汉开国皇帝 再次目睹了一场农夫的恐怖 于是 汉朝开始实行雇佣兵和雇佣兵 而不是普通的军队 直到清朝灭亡 中国的皇帝时代结束 才开始实行全民兵役 这是一项影响深远的政策 那么 汉人是从哪里来的 首先是挑选专业的士兵 其次是从边疆引进少数民族 尤其是那些善于骑兵的 北疆雇佣兵 再加上逃兵 这些都是汉王朝的主力 不过 他们的功劳也不小 比如说 在北方 汉朝击败了强大的匈奴 征服了西部的西部 建立了一条与欧洲的思路 中国与欧洲并没有什么交集 而这一切 都证明了这种体系的有效性 在此期间 有一种我们之前 没有意识到的状况 那就是 汉人取得了战争的成功 以及一些被雇佣的民族 例如 男凶母和鲜卑 都发挥了巨大的影响 正是在这样的沟通下 中国无论是从地域上 或是从文化上来说 都得到了更大的扩展 中国的内涵也变得更加宽广 本书的编著者相信 它也将成为中国的一条重要的道路 我们在以后的书籍中 将会详细介绍 另外 在汉代时期 中国的另一个显著特征 也是本书的结论 当地的势力 豪强可以说是一个历史问题 秦一统中国后 由郡县代替原有的藩属国 以此来削弱当地的力量 避免他们对朝廷造成太大的危害 秦始皇怕六国的旧王宫 会在故土上发展 于是 强行将他们迁往咸阳一带 让他们在自己的地盘上 安营扎寨 但这一套行不通 我们都清楚 后来被擒灭的那个人 其实就是楚国以前的世家子弟 到了西汉 朝廷对当地的力量 也有了防备 刘邦趁机将韩信 彭越等外姓人一网打尽 最后更是明文规定 非刘之人不得册封 但是到了刘邦的后人那里 他们就知道 刘的那些亲人 都是靠不住的 于是就有了七国之变 然后是 推恩令 诸侯王去世之后 他们会将自己的领地 分成几份 然后分给自己的孙子和儿子 以此来削弱他们 最终解决了问题 不过 各大世家的影响力依旧很强 而且 他们的领地 与其他领主的领地也不一样 他们都是靠自己打拼出来的 国家也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 来削弱他们 就像秦始皇一样 他们也做了很多事情 可惜都收效甚微 最有趣的是 汉王朝虽然想要铲除权贵 却用自己的财政和赋税 来发展自己的势力 汉代的赋税以农奴为主 有人投税 田赋 姚役 不计报酬 因此 汉王朝十分注重增加人丁 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办法 那就是对未成年的未婚女子征税 比普通的税收高出数倍 在汉代 如果你是单身狗 那就麻烦了 另外一项主要的税收来源是田产 那些拥有田产的农民 必须缴纳高额的税收 因此 一些农民就把自己的田地转手 交给了地主 这样一来 税收的负担就会减轻一些 与此同时 中国的各个王朝 几乎都在压制商业 但在这本书上 却没有说出其中的缘由 只会被认为是中国的文化在排挤 但在这本书上 却指出了其中的原因 那就是 在那个时代 商人想要隐瞒自己的财产 偷税 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于是 政府对商业进行了限制 并且允许他们购买地皮 将他们的财产转化成房地产 这样一来 他们就可以轻松征税了 到时候 他们就可以成为地主 有了兼并的欲望 也能把赴税的压力 转移到了小农民身上 于是 汉王朝一面抑制豪强的征伐 一面用赴税 迫使小农们出卖自己的地皮 成为地主的附庸 而另一方面 他们越是声称 要维护他们的利益 就越是把他们害苦了 而随着土地的吞并日益加剧 出现了许多的问题 王莽在推翻了西汉之后 就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方式 将所有的问题都一网打尽 王莽很理想 他希望将神话中的 周代的景田制度重新实行 即将所有的土地 全部纳入国家 并将其平分 这主意听上去不错 但实际执行却是不可行的 各地的大地主纷纷起义 于是 王莽的统治不久就结束了 刘秀是在与王莽的叛乱中成长起来的 他与西汉的血脉相连 但实际上 却是一片空白 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优势 只能依附于当地的势力 成为新的统治者 他一改以往的敌对和压迫 而是与当地的豪强结盟 让他们成为自己的盟友 正因如此 春秋的住者认为 汉朝与汉朝有很大的不同 这是否违背了我们的直觉 刘秀及其以后的 两任君王执政期间 国家形势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历史上将此称为东汉盛事 可后汉的问题也由此而生 皇上想要与当地的世家结盟 必须要让各大世家的子嗣 加入中央政府 这样一来 中央的权力便会逐渐 被那些与当地有联系的人掌握 而朝廷的旨意 也会变得更加困难 甚至有一种说法 叫做有旨而无墙 意思就是皇上的旨意传到了当地 当地的官员并不在意 直接贴在了墙壁上 但太监的势力不断壮大 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联系 也变得更加紧密 这就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那就是中央的财力和行政能力 都在不断地衰败 而当地的百姓 却没有足够的财力来维持 对当地而言 越靠不住的 就会有更多的世家 不仅是各大世家 就连平民都不得不联合起来 有些人更是跑到了危险之处 成立了一个互相帮助的团体 或者组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 这种情况 在陶渊明的笔下 被后人用桃花元祭的 罗曼蒂克诠释 事实上 这并非他的异想 只是他对以上的一种描述 而在东汉末期 这个局面才到达高峰 当地豪强成为了军阀 不再为中央政府所掌控 反而成为了中央集权 如曹操 刘备 东吴 孙 都是由他们所创建的 之后逐渐代替了汉人 具体的情况 可以在 《哈佛中国史》的第二册 南北朝中加以说明 秦与汉 《哈佛中国史》的第一册 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来看一看 此书出自美国汉学家 陆威夷之手 他以一名外籍人士的视角 对中华帝国初期 及秦汉时期的 五项显著特征 进行了归纳 即 一地区的文化差异依然存在 二帝王地位的产生 三国家控制的 巩固帝国存在的文献 四国内的解除军事 五 家族大族的崛起